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 二 三 干净利落就结束了 可是在这个地方 它要选择的是多层次的沟通 警长 先补充一下 对 这年天就是规律还是算规律 但是就是没有这么早起 如果跟一般人比起来 我还是比较重视效益的人 我觉得所有的企业老板 应该都是偏向极性质 因为这条路我已经开得很熟悉了 所以除了要注意交通的一些事情以外 就是可以想想今天有一些重要的 譬如说会议或者是访客 本来要注意什么 我们的右边就是海边 五月的时候有些地方就可以看到 太阳升起来 因为今天是阴天就看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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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因為這樣子更有機會比較長時間的這個了解 上人在對於全球事物啊全球的災難啊等等 這些其實可以真的感受到上人的很大的負擔 消耻的一個事件我相信很多刺激人也受到影響 當然包括金色的師傅們 多少都有變得比較保守 對外比較沒有想要去溝通 那我是覺得這一塊是也許我可以幫上忙 因為可以說是沒有跟我家師姐也沒有跟父母親商量 我那個假日回去我就第二天禮拜一我就跟我們董事長提出辭辰 在金色就是一到七都一樣啊 完全沒有假日的感覺 我一開始以為慈善就是我只要針對慈善職業做 後來發現上人的期待不是這個樣子 四大的職業都要光環 所以個人的時間也比較少 其實Madova它就是也受到波及是因為戰爭發生的時候 那些地方空域被封鎖了 造成現在他們的藥物物資很短缺 我們現在跟他能不能馬上就有合作關係 A-Link嗎 對啊 我們簽了MOU就有合作關係了 那為什麼不趕快簽 在企業行動速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Time to market is everything 上市的時間是最重要的關鍵 以為這樣的概念大家很容易接受 當時想的有點太天真了 時代變天是非常快速 科技文明的眼鏡會改變人跟人之間的互動的方式 我們現在不一定人對人 就可以做成大家共同要完成的事情 那我感受到慈善都還是有點原始傳統 就是一定要人對人 要看到人才能講 基本上慈善是偏向人治 我覺得慈善長他是一個比較法治理性的人 因為人情而對制度會對原始有影響 這樣的事情他特別不能忍受 對外馬上有幫助的 我覺得可以先單獨就先為他做 那在一邊企業 人情是排在幾乎最後 因為實際畢竟我們的組織相當龐大 整個大團隊的運作還是要靠制度 要把法脈中門怎麼樣做最佳的調節跟融合 比一般的單純的這種慈善公益組織 還挑戰 因為他的那個位置就是一個角落 執行長的那個角落就是蚊子很多 然後有一天執行長 他就說方琴你來 有一件事應該不會很難 他就畫設計圖給我看 補蚊網的設計圖 我想要抓蚊子 補蚊器啊 然後這大概是一個多月前做的吧 跟小時候的成長背景有關係的 小時候那時候玩具很貴啊 所以大部分的玩具都自己手工做 因為還是以後有蚊子 你看像這個 這個不是 這還好 像蚊子的話 它也不會離開啊 所以在那邊騷擾也是很痛 所以就用這個把它照住 然後拿到外面去放生 到目前為止已經抓到五隻蚊子了 因為他就是個科技人 他的每一步都是很認真的探索研究 在任何的場合 任何的機會上 執行長在幫永續鋪路 那當然我是必須強調 持續環保的回收總量 現在占全台灣 從最早期三十幾年前的35% 現在剩下1.6% 回收來的這個所獲得的這個錢 我們叫黃金變成愛心 就是去護持大愛台 因為它是一個沒有廣告的電視台 那當然我也很感恩去年有機會 跟非常尊敬的台積電跟鴻海 在去年一起購買各五百萬劑 總共一千五百萬劑的BNT的疫苗 捐給台灣的民眾來施打 OK 謝謝 過去兩年多了 我常常講的 我覺得實際是被外界undervalue 但這個被低估 或是被不了解或被誤解 有一部分的原因來自於我們自己 因為我們還是太保守 不大敢跨出去 不大敢跟外界合作 5%決定的設計師團隊 加入了我們四個環保站 板橋 山崇 松山 木葬 在企業裡面 我們也同時會評估無形成果 每一個人的內心的感受 因為做的這個事情 它非常有成就感 這個可以把它貨幣化 一個宗教家 或是一個修行者來講 我們當然是附屬手求 但是對於外面捐款大德 社會的這個大眾或是媒體 你要怎麼跟他對話 慈濟慈善事業經濟會 我們歡迎 如果以志工武場來講 我們得到50.3倍 我們收進來的一塊錢的慈善館 我們會發揮到50倍的價值 到金色來 這也是超過我的想像 工作的這個量 以及要思考的事情非常多 這個是2016年 在那幾年我父親還在的時候 就每一年農曆過年 我都會帶我父親還有母親 去高雄禁食堂 這張是我拍的 因為我家師姐跟我女兒 都很會照顧我父親 然後我就弄了兩盤 跟兩杯飲料給我父親 還有給我母親吃 在上班的時候 大概一兩個月回去一次 到時機來就完全看姻緣 就是大概都搭配上人心腳 或者是高雄禁食堂 有什麼重要的活動 可能我就有機會回去 因為他很喜歡曬太陽 那天天氣也非常好 父親最後疫情爆發 剛沒多久他就往生了 那時候也考慮疫情 所以也都不願意驚動吃雞人 以非常簡單的方式 就包括新的後事辦完 當時也是有內疚 覺得最後沒有辦法回去陪伴 內心總是有期待就是 在刺激做的事情是 真的能夠放上刺激的 無我不是說沒有我 而是說沒有分別心 如果我們做了這個事情 是對眾生有益的 就應該做 如果大家無我 那天下的人 都是可能是你的長輩 或是你的玩輩 我想天下還是有很多 很多這個社會的邊緣人 或是弱勢的人 真的需要我們去幫助 從這樣來想 就會覺得是很值得 坐車半票 坐車半票 趕緊